大家好,欢迎来到凡妈的频道 最近有位来自孟加拉国油管的朋友问 如何养爱抱窝的鸳鸳 今天的视频我就来谈一下我的经验 首先鸳鸳需要一个自然的环境 我的鸳鸳设置在后院 在竹林里面 非常接近大自然 除了一年四季的改变 我也经常更换鸳鸳色里面的环境 想让它们生活得更舒服 我在准备一个鸳鸳色一周年的更新视频 到时候会和大家分享这一年来鸳鸳色的变化 另外我还加建了鸳鸳色 我的鸳鸳色本来只有48平方英尺 后来又加建出去35平方英尺 总共有83平方英尺 平均每只鸳鸳有超过1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间 第三是鸳鸳的饮食 我每天给鸳鸳换新鲜的水 饲料我喂的是高蛋白的饲料 另外我还给他们喂厨鱼各种蔬菜 有多余的鸳鸳蛋我会煮起来喂还给他们 也给他们补盖 除了环境空间和饮食之外 你还可以给鸳鸳提供一个包窝的环境 我用的是一个竹篮子 下面垫了干的松针 厚厚的 这样子鸳鸳坐在蛋上面 蛋不容易破 它们也会舒服一点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干的材料 比如说干草啊 刨松啊等等 另外它们下的蛋不要马上捡起来 你可以留在那里 它们就会慢慢的坐在蛋上面 你也可以用假蛋 给它们做 一旦有一个鸳鸳坐了之后 你如果不干涉的话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鸳鸳开始包窝 包窝是有传染性的 包窝的鸳鸳可以有不同的年龄 今年我的这批包窝的鸳鸳里面 最年轻的只有三个月大的青纸鸳鸳 最大的是一岁半 鸳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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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鸳�鸳鸳�鸳�鸳� 自然光照延长的情况下 我相信你会有一只 或者更多包窝的鸢蠢的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谢谢观看